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拍摄到日前有立委动员了数十辆的游览车 邀请彰化的民众北上 说是要到台北玩 但是顺便到各相关部会 表达支持国光石化的立场 而参与的老人家怎么想的呢 我们去看看 大部分来的人都不晓得要来干嘛 讨论没何康 我们老辈子 我们是来吃饭的 他们那边的老年人的比喻真的是很高 因为年轻人都不得不 不得不 他们那边的老年人的比喻真是很高 离乡辈子去工作 那边没有什么就业机会啊 除非他要不猛 環保行政有个主张 可以把那边 就是说维持现状嘛 然后引进什么光光的 搭配光光啊 我觉得这个在台湾其实是马来的 有点问题 谁要去做这个东西 我觉得大城这边的发展 不应该只是说 提供一个唯一的选项 叫做石化产业 其实有很多可以发展 比如说他们像这一块大城湿地 已经是国家级的湿地 当然它还没有被列进去 因为国光石化的关系 那是不是这个湿地 可以未来朝向像生态观光 比如说气谷湿地这样子发展 環保团体希望能够保留下 浊水溪口的这一块湿地 因为浊水溪是台湾最长的河流 出海口的这一块湿地 也孕育了丰富的生态 环保团体担心国光石化 一旦兴建 将会造成生态的浩劫 而公民记者也透过影片 表达心声 那就将来这些东西就完全会消失掉了 它就是从比较靠岸的地方 那边有数以亿 亿万颗的那种烧桃蟹 还有几千只的鹿丝 然后再下来的话 这是我影片中有拍到的 我们其实在那边的话 四千公顷的任何地方 我们下面去捞 一个人大概两个小时 大概就可以装满一个水桶 再出去的话 那是满满的那些是蚝啊 这个蚝啊是占全台湾的三分之二 旁边的这个六千 他们原来那边其实原来也是实地啊 在了以后那边实地就消失了 国光石化的环境影响评估 将在这个月出炉 也攸关着国光石化到底见不见 不论你的立场是什么 我们都希望更多人可以一起来 关心这个影响台湾未来的决定 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